在投機頁的時候,我是覺得很有共鳴的 當時是有覺得因為這本書而釋懷了 曾經強烈信仰過某些東西的自己,始終都會在 喂,Hello,我身高155cm 我喜歡錢,我喜歡跑步 我中學的時候,中六的時候,班製100米,朗銀牌,女非人 你猜我是誰 我們有一個新的貸款服務,要有聽趣了解一下 我是Luna,Luna is a Beb 唱那些不知道什麼歌,那個 拜拜 夜來幽夢忽幻鄉 二讀不回復情龍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經歷過失去朋友呢? 我有 沒有色彩的多奇作都有 今天要介紹這本小說 是村上春樹的沒有色彩的多奇作和他的巡禮之連 直接用一段說話去說 就是從前有一個五人的組合 這三男二女在高中的時候認識 一拍即合,大家就不言而喻 想以後凡事都用五個人這個組合去做單位 維持這個不會亂吊的、調和的共同體 直到大家大學二年級的時候 主角多奇作就突然被逐出這個群體 就說以後都不想再聯絡了 那時候十九二十歲的多奇作 經歷過重大的創傷 就好像行屍走肉一樣 直到她三十六歲才解開這個青春的創傷 故事的情節和被放逐背後的真相 是有點獵奇的 其中一個位置就是事隔十六年之後 發現這個組合裡的一個女生 百根有目早在六年前遇害身亡 關於她的死因、前因後果在整本書裡都沒有說過 這本2013年出版的長篇小說的書名很長 首先為什麼是沒有色彩的多奇作呢 其實是因為主角的四位朋友 巧合地他們的性裡都有顏色的元素 分別是赤重慶、青海月膚、百根有目、黑夜為你 在高中的時候 他們就直接用顏色互相稱呼 紅仔、男仔、白柳和黑柳 因為是台灣譯者 之後說到黑柳和白柳都會說他們的性事 沒那麼奇怪 只有多奇作就是簡簡單單地稱呼作作 姓名裡沒有顏色的元素 這是沒有顏色的第一個層次 而第二個層次就是基於她覺得自己沒有特別 性格又不像其他朋友那麼鮮明 愛好就很無聊 她很喜歡車站 相安無事的時候 她經常都會質疑自己在這個組合裡的存在 其他層次就不說那麼多了 可能第一次看就不會很明白 今天要講的比較多是關於這些角色的成長 也有很少部分說說自己 沒有色彩的多奇作就解釋了 而她的秦禮之年是什麼呢 其實秦禮之年是由三組鋼琴獨奏組曲集合而成的 這個專輯來自匈牙利的里斯特·費倫茲作曲 大約在十九世紀中至尾的時間創作 這一次是《村上春樹》第一次把古典音樂放在書名 在故事裏面多奇作相隔十六年 決定逐一拜訪三位舊朋友 因為白根死了 所以就三個人 都是一個秦禮 秦禮之年在整本小說裏面不斷地出現 有它特別的意義 我們之後會再講一下 而《村上春樹》 我想不用這麼介紹這位小說家大家都認識 反而我想輕輕地講一下村上寫的和她聽的音樂 在寫小說之前 她在東京經營的間爵士樂咖啡廳 幾年之後她成為職業小說家 她每天都會四點鐘起床寫作 下午就做運動 之後就是休閒閱讀 聽音樂 九點鐘就上床睡覺 風雨不改 所以聽音樂在她人生是佔相當大的部分 在她的作品裏面 一直都有穿插著不同的音樂作品 多到可以被人寫成一本叫做《村上春樹》100曲的書 介紹她作品裏面提過的音樂作品 而且在串流平台都可以找到這個100曲的playlist去感受一下 她好像特別喜歡《The Beatles》的作品 例如《挪威的森林》 其實是受《The Beatles》的 《Norwegian Wood》啟發而起的故事 另外前排《崩口龍界》改編的《村上春樹小說》 電影版《DRIVE MY CAR》就大鑊好評 其實《DRIVE MY CAR》也是《The Beatles》的其中一首歌 所以我有理由相信她是受這首歌的啟發 寫了自己的一篇《DRIVE MY CAR》 由一首英倫樂隊的歌 變成了日本小說家不下的故事 然後再演變成一個視覺化的影像 一邊滾一邊滾 意念和聯想在不同的媒介生生不息 我覺得很奇妙 創作真的很奇妙 我在大概五年前看過一次這本小說 在頭幾頁的時候我覺得很有共鳴 因為我都經歷過一段被放逐的友誼 離開過一些組織的經驗 令被放逐的感覺再放大了 這些自相身世的感覺 當時是有覺得因為這本書而釋懷了 但過了幾年我發現當時的想法是很有盲點 甚至是對於可憐自己是有種落在其中的病態 反而沒有思考過自己 為甚麼會變成這樣 有沒有甚麼位置做得不好 甚至有些決定是自己選擇的 更何況其實我和多其作 除了沒有做朋友之外 是一點共通點都沒有 五年之後再看回這一次 除了發現自己有不同 亦都留意多了 關於書裏面這五位曾經青春的少年 長大之後被歲月展額之後 各自的人生態度 我閱讀到的多其作 其實是一個沒甚麼自信的人 當所有朋友都不明所以地逃避他 他選擇把這件事放在心底 擺足十六年 才因一個交往對象的鼓勵 他開始處理這件事 明明他都沒有做錯過甚麼 但他沒有辦法理直氣裝 只是將事情歸因 對呀 從一開始我們就不一樣了 不夾的 我是多餘的 我的名字沒有顏色 其他人全部都有 我是沒有個性 一個空空如也的容器 全本小說都看得出 他是對自己有很多慣性的否認 但在十六年後 決定找出真相的過程 這些過期的朋友 對他的觀感 其實是和他對自己的觀感自然不同 例如曾經幹勁十足 在高中籃球隊做隊長的男生 他是這樣形容多奇作的 你在我們這個團隊中 經常扮演令人有好感的英俊角色 乾淨清爽 儀表好 又教養 舉致奔奔有禮 能確實地打招呼 也不會說聲無聊話 不抽煙 幾乎不喝酒 也不遲到 哈 你知道嗎 我們的母親都肯喜歡你喔 在巡禮的尾聲 多奇作就飛了去芬蘭 找已經成家立室的黑夜衛里 衛里就這樣說 你肯溫柔 冷靜又安靜 從那時候開始 就確實擁有自己的生活方式 而且肯英俊 真的挺帥 他甚至跟多奇作說 其實當時自己是非常喜歡多奇作 只是多奇作他遲頓沒有察覺到 除了多奇作之外 其他幾個角色的成長都很耐人尋味 特別是天生頭腦聰明 喜歡抱不平的熊仔 長大之後就做了老闆 他的生意是教人自我成長的洗腦課程 有漂亮的大辦公室 有插波子 長大後他從遇多奇作 第一樣關心的不是對方的近況 而是不斷講自己的創業理念 又說知道每個人都對我很有意見 每個人都討厭我 然後不斷合理化自己現在做的事 去掩飾自己的不安 他整個人的感覺已經跟以前不同了 還有很多人物的變化都很值得分享 但蝙蝠所限就留給大家自己看 前面就簡介過《巡禮之年》 其實書裡會說起的 是這首組曲裡面 其中一首叫做香愁的鋼琴曲 沒有什麼show off的翻巧 是白斤同學即死了那個 以前經常彈的作品 選香愁而不是其他選曲 其實是有一種暗示 第一 就是多奇作已經去東京讀書做事 而這段友誼 是大家的家鄉名古屋開始 而這首曲好像象徵著這段友誼 《巡禮之年》不斷在書裡出現 多奇作每去探望一個朋友都會問他 你還記不記得以前白斤經常彈的《巡禮之年》 每個人的回應都很不同 就好像大家對這個團體的著緊程度 其實都不是那麼一致 雖然表面上很想大家以後都很和諧地一體化 但我心照明月 明月都可以照溝他 有人說 我不知道你在說哪首 聽到旋律可能會記得 有人說 我不懂古典音樂 我只記得舒曼的名曲 也有人一直都記得放在心裏 在CD櫃裏一直收藏著這支鋼琴專輯 我覺得這四個人對這首曲的反應都很有意思 第一次和第二次看 我仍然最喜歡《尾聲》的這一段 那時候他終於能夠接受一切了 在靈魂的最底部 多其作理解了 人心和人心 不只是因條和而結合的 反倒是以相和相而深深結合 以痛和痛 以脆弱和脆弱 互相聯繫的 沒有不包含悲痛立喊的平靜 沒有地面未流過血的赤面 沒有不力經痛切喪失的包容 這是真正的調和的根底 所擁有的東西 強調要和諧的和諧 始終都不是真實的和諧 太過想有五個人團結 能夠走下去 結果大家都抑壓著感情 最後就弄巧反撤 當初大家都很喜歡這個團體 好好維持每個人應該有的角色 但長大之後 就發現每個人都各自藏起一部分的自己 調和只是表面上的表象 而且在時間之流 所有東西都會變 我們不能不接受 不過最後多其作 有一番在芬蘭 沒有對為你說的話 是這樣說的 我們那時候強烈地相信什麼 擁有可以強烈相信什麼的自己 那種心情並不會像那樣 空虛地消失掉 雖然現實就是血淋淋地呈現出來 但曾經強烈信仰過某些東西的自己 始終都會在 最初看完準備落筆 覺得這個故事 比起村上春樹的其他作品 好像沒什麼好說 但是寫著就發現 即使這個故事 不是最出名的那個 裡面的人物都是這麼立體的 當自己都被世界初原禁變 長大了一點 再去審視幾年前看過的同一份作品 發現雖然每個字都沒有變 但是從變了的自己 從經歷再去觀照故事 覺得多其作和我本人都長大了一點 這個故事還有很多支線和細緻 我沒辦法在一一這樣說出來 那就留給大家咀嚼一下